外媒镜头下真实的清末弓箭手旧照 看着还有点莫名的喜感 古代弓箭手是一个非常强力的兵种 是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战地 一般都是躲在后方射箭杀敌 所以对射箭准备有非常高的要求 根据青史档案记载 弓箭兵的比例最高可达到40% 最少也可以达到20% 清兵虽装备了一些火墙 但是不少清军中 弓箭还是主要的长距离兵器 现在来一组外媒镜头下 真实的清末弓箭手旧照 看着还有点莫名的喜感 看着上述外媒镜头下 真实的清末弓箭手的旧照 可千万不要小瞧了弓箭手 虽然姿势现在看来有点滑稽 但是杀伤力可不能小看 奈何 西方列强以及东方日本通过技术革命迅速崛起 清朝依旧止步不前 弓箭也渐渐失去射点武器的独岛地位 这组就照也从侧面反映出清王朝气数将近 著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 完全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